财经焦点 中国大陆热钱南下 让港股周三达到了三年来最大单日升幅 香港股市继昨天达到三年来最大单日升幅之后 今天是大玩过山车 一个小时之间高低波幅竟然是超过了1000点 分析师就提醒要留意大幅震荡 注意风险 五天复货节成价之后 恒指升近千点 成交额也创下新高 港交所主席周松岗称 港股创出多项记录 包括成交金额 护港通额度 港股市值均创下历史新高 港交所也成为目前世界市值最高交易所 市值2570亿元 护港通显然是今天成交破顶的催化势 重要的催化势之一 特别是两个星期之前 内地当局釐清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参与护港通的政策 进一步带动市场投资的气氛 当中大陆资金南下的港股通首次拥抱额度 南向的投资是已经超出了北向的投资 当一个市场的股价起了若干时段之后 它可能就会投资去另外一个市场 不过周松岗提醒投资人小心投资风险 因为资金可以进来也可以流走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好 谢谢大家